各位同学,大家好 上一次我们学习了Translation Manager以及Sign的使用方法 讲解了在两个场景之间的变换如何进行动画的方法 这次课我们在开头的部分继续学习Translation Manager的一个简单的用法 好,大家先看一个demo 这个demo是我之前给大家演示过的 那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Translation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它的动画原理是当前帧和下一帧之间做一个场景变化 也就是说当我点击鼠标的时候 当前是第一帧 那么点击鼠标完之后 我会对这个View做一些改变 那么刷新视图之后 它就变成下一帧 那么这个动画的原理就是说 在这一帧和下一帧之间 创建一个类似于补兼的一个效果 这个代码呢 说起来是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简单动画 我们重点关注这一段话 首先我创建了一个Change Bounce的一个Translation 在上节课我们学到了Change Bounce 它能够改变元素的形状大小 它在里面去捕获GetWise以及GetHeight的方法 作为一个形状的变形 好,在这个Translation里面呢 我给它设了一个两秒钟 同时用了一个EasyBackInOutInterplator 这个插值器 这个插值器是在一个开源库里面的 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是 我们使用Translation Manager的BeginDeniedTranslation 这个方法 然后传一个你要动画的根结点进去 然后把这个Translation放进去 就OK了 接下来的事情 调用这一句之后 我们对这个要动画的这个元素 改变它的属性 比如我这里是设置它的一个大小 为400像素 那么它在这个地方 就对这个LayoutParameter进行修改 修改完之后 它会调用视图的Invalidate 去刷新这个视图 那么刷新视图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了下一帧 于是乎它就在这一帧 未改变尺寸之前 和改变尺寸之后 创建一个补间动画 完成我们这种效果 它这是一个特殊的Translation动画 使用起来是非常的简单 好 这是上节课收尾的这个Translation Manager 使用方式 那么这节课我们将进入 Activity的动画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要实现的一个效果 这个效果之前 也是给大家演示过 好 我这里有一个很多图片的 一个列表 一个Grade 然后我点击其中一张图片 大家注意 我这一次 我特地把时间放慢了 让大家清楚地看到这个整个 Activity的一个变化过程 好 注意 好 返回 好 好 再来一次 大家觉得要实现这个动画 会不会非常的复杂 其实答案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 因为在Android Air里面 它已经支持了这种Activity的变化动画 好 我们还是先看代码 首先这个 我们这个项目分为三个Activity 第一个Activity 是BasedActivity 是我们的G类 我们可以 这里使用了一个Trobar 我们可以先忽略它 然后 这里使用 这里是一个HomeActivity 就是我们的主界面 就第一个页面 这个DetailActivity 是我们的第二个页面 那么我们要实现一个 Activity动画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Activity动画的一个原理 要实现这种Activity动画 那么第一步 我们是要打开这个开关 使它的内容具有能够动画变化的能力 毫无疑问 我们是应该在主题里面去设置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这个应用的主题 好 我这个主题继承了 AppThemeBase的主题 它是继承AppCompact 继承AppCompact 好 首先我们这里看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这个属性是WindowContentTransition 这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效果打开 如果这是为False的话 让它动画做不出来的 如果是说你在 没有在这个主题里面进行配置 你也可以通过写代码的方式来完成 你可以Request一个Feature 你可以Request这么一个Feature 叫WindowFeatureContentTransition的方式来实现 它和它的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一个是在主题里面去声明 一个是在代码里面去动态去获取 好这是第一步 我先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Activity变化的原理 比如我们有一个Activity A跳转到ActivityB 那么这过程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是ActivityA 它要消失掉 对吧 那么它我们对它定的动作是一个List 好 退出它 然后是什么 是Activity B的什么 Inter 好 这是从ActivityA到ActivityB 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从ActivityB返回到ActivityA呢 好 首先是ActivityB的什么 Return动画 然后再次ActivityA的 Re-Enter的动画 所以这四个动作 我们要理解它发生的时机 这样子我们才能更好地定义它的一个动画 好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代码 我们先跳过这两句 我们看下面 这里是指Re-Enter动画 刚才我说到了 Re-Enter是什么 是从ActivityB 是从ActivityB回复到ActivityA的时候 A所播放的动画 对吧 好 我这里是爆炸式的 那这个Exist动画是什么动画呢 是从A到B的时候 A的动画 对吧 是Explode的 然后这里有个Return Return动画是什么呢 是从B到A的时候 B本身的一个返回 这是Return动画 Enter动画 就是从A到B的时候 B的动画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解为 打开B 或从B回到A的时候 就是采用爆炸式 那么从对B来说 A到B 然后从B返回A的时候 都是做一个消失的一个效果 好 这是对这个Activity的所有内容来说的 那么对于 这里有一个SharedElement IntervalExist 那这个就跟我们之前的 长期变化是一样的 如果是说你在Activity的 两个Activity之间 定义了相同名称的元素 我们专门为这个名称 定义为TranslationName 如果有这个相同的元素 那么它会把这两个元素 给连接起来 做一个动画 这个动画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相当于在这个界面里面 我点击这张图片 那么这张图片 就是连接这个ActivityA 以及ActivityB 之间的一个纽带 对吧 那么这张图片 就是我们的这个SharedElement 这样说应该比较好理解 好我们注意啊 进去的时候 这个ActivityA 它是一个爆炸 渐渐的爆炸式的 然后B是慢慢进来的 返回的时候呢 也是啊 这个B是渐渐隐藏的 然后A是用这种爆炸式 像中间的汇聚的这么一种方式 来播放的啊 这就是它的Style 好我们看一下代码 代码也很简单 GridView我们这就不说了啊 在点击Unclicked 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它把这个地址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然后调用这个Detail 就是我们下一个界面的 Launcher这个方法来进行 那它传了什么纸呢 传了把这个View 本身就是这个图片本身的 这个Image给传进去了 同时传了个UIL过去 好重点就在这个Launcher这里面了 好我们注意到 它这里使用了一个 ActivityOption的Compact 这么一个类 这个类呢 它首先是就是说定义了 你怎么把这个共有元素 传给下一个Activity 这个Option Compact 首先要用它的一个工厂方法 来创建一个这个Option 第一个参数是Activity 第二个参数是 我们要变换的这个View 第三个参数是 给这个View起了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把这个Option 放在这个StartActivity里面 注意啊 这里它不是直接用Context的 去StartActivity 是用Activity的Compact 去StartActivity 然后把最后一个这个Option 转换成Bundle传过去 好这是它启动的 这个Activity 非常简单 重点就是这一句话 传递了一个Option 我们注意到 当这里Uncreate的时候 我们这里有一幅图 它把这幅图的名字 命名为什么 ExtraImage 对吧 就是这个名称 就和我之前的 这个名称是一对应的 不能错 错了这动画就播放不了了 就表示 我这边传过来的元素 和我元素 是同一个元素 它才能播放这个动画 这个动画到此为止 就实现了 是不是代码是非常简单呢 实际上我们做的就这几行代码 加上这一行代码 我们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动画 好刚刚跳过了这两句话 我简单解释一下这两句话 这两句话 这个Overlap的意思就是重叠 就是说你在播放进入动画的时候 那么之前的那个退出动画 那是不是跟它要同时播放 会重叠一小节 如果是处的话 就同时感觉会顺滑一点 所以一般情况下 这些都可以写为处 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选择 好 这就是这个Activity的动画 非常简单 下一次课我们给他讲另外一个孽子